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求求你 我爹一个女儿 你给我一个女儿 常常有人说 中学生拍拖个个个都是无花果 不过就算真的分手了 只要你现在想起 偷偷地背着爸爸妈妈 和初戀对象见面的时候的情景 也有几多人的嘴角 直到现在还是会心微笑呢 就来上映的某日某月 将会还原1992年的校园爱情故事 由沿岛大地和汤姨领涵主演 他们将会排除曼南 展开了一段 仿佛分隔两地的 暖距离爱情 故事中的旭日和梓月 在海边观星无意间解厚了对方 自此就暗生情愫 由于他们都是中学生 又没有经济收入 衣食驻行都是靠父母公养 自己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父母的手上 今晚不准出去 我现在煮饭 先换衣服 这年继续 在90年代的当时社会 極度不稳定 大部分的家长都希望子女移民在外国读书 就意味着一旦毕业就要分开了 我会走的 你搞这么多事做你 一日很快就会被安排移民离开香港 那究竟他们 还可不可以等到再次相遇的那一日呢 我可不可以要你一个人在等我 多少年都好 我都会等你 这晚长夜里 谁人是你所遇 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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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